网爆范冰冰李晨注销中国籍!李晨后援会晒赵碧瑶! 李晨后援会晒录节目照澄清新闻!李晨影迷晒期录节目照片打脸爆料者! 最近有关范冰冰的争议新闻不断! 网易娱乐6月11日报道! 近日,有自媒体账号爆料称,范冰冰与李晨近日同时主动注销来中国国籍与户口,并将名价67.8亿存款全部转移至美国。 某自媒体文章还称,范冰冰和李晨宁愿不要中国国籍也要保住钱,以免不缴税。 对此,李晨粉丝后援会立刻做出澄清,并晒出了李晨参加某综艺节目的照片,证明李晨当天一直都在录节目,根本不在美国。 消息爆出后,有专业律师通过合法途径核实称,范冰冰一家及李晨名下均无任何美国房产。 该律师还就传闻进行分析,称范冰冰已经移民美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 因为如果想要入美国国籍,首先需要拿到永久居住许可证,即绿卡。 而未婚者必须在拥有绿卡的五年内在美国居住满三十个月,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。 范冰冰作为大明星,在国内曝光率如此之高, 显然无法满足五年内在美国住满三十个月的要求,也就不可能已移民美国。 近日范冰冰饱受新闻非议,还有网友爆料称李晨和范冰冰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博,输了一千二百万美元。 随后剧组人员澄清道,二人根本不喜欢赌钱,去美国期间也是一直待在剧组从未离开,很心疼他们被谣言攻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